台南市身为台湾的文化补都 以传统小吃 古籍文化 旅游度假 山川田园 每年吸引着无数国内外观光人潮 并以宜居热活城市著称 却嫌小有人知道 台南文化奖 我们来问问台南的路人们 他们对于台南的文化 有多少认识和使用吧 走到哪 任务卡 今天走到哪 台南特派员排出 005号台南博恩 郑浩萍 004号家中女孩张萱 来问问台南路人们 台南文化奖是什么吧 其实是什么样的东西 能够代表台南文化呢 就老宅啊 老宅是什么 就旧房子啊 旧房子 只要有小巷子 就专进去就看得到 对 而且有一些在巷子里面的那个小羊肉啊 都还蛮特别的 很多的庙 对 每一间都有特色的 大片后宫这个 嗯 这个民族路对 全部都拜一次耶 大多都是比较健康 这样的 我觉得就是人情味吧 哦 对因为像我们店经营15年了 我们一直在用传递温度来跟每个顾客做交流 在巷弄里应该会可以发现台南的人情味 有什么东西可以代表台南文化吗 嗯 嗯 台南小吃美食可以棺材给安裤下去 牛肉汤 端立兵站算是台南文化吗 绝对是 八家旋 哈哈哈哈 哇 棺材版 牛肉汤 其实台南人更不会吃 圆环 因为台南是个古都 那样的 实在下被建立出来的 生活交通的 一个方式 台南有非常大量的圆环 然后包含 这圆环包含了 他们原本就有车车 我觉得停在终止前 然后就被拔 哈哈哈哈 由到现在 虽然他 到现在来说是有点不太 就需要好好改化一下 但是他的确是一个在台南 对于这个城市来说 这个历史有更新 台南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化 应该是古迹 像安平古堡 因为小的时候 学校常常会带我们去安平古堡去旅游 所以说就会留下蛮深的印象 因为那是跟盛成功那个时代是有关系的 嗯嗯 看了那些古迹 因为想像当时的那个场景跟画面 以及台湾的历史一直严格到今天 我觉得最代表台南的文化 蠻薄 蠻薄 帮我打转门好难 会乱骑车 我觉得停在转门前 然后就被拔了 哈哈哈哈哈哈 车闯红灯的那一种 还有一些什么类似什么 阿公阿嬷会直接穿梭人情到的啊 没错没错没错 我觉得还在最具有文化的特别 停车喔 所谓的文化创意其实它就是旧有传统的思维 再结合新的创意跟巧思 重新的融合这样 所以我还一直都用这样的理念在跟我们进来的顾客分享 是人情人 就是说你可能遇到不论是人请求他的帮助 他会很热心的去指引你 告诉你 帮助你 所以这个是让我感觉在台南 是非常的有温暖的一种感觉 吃嘛哇贵喔 处正好 刚蒸出来其实就是很烫然后又软烂 对 这会有点水水 有点水 对 所以很多游客啊 所以很多游客来这边吃都觉得不好吃 欸其实那个字要放文 它才会听嘛 路线快吃 或者是鬼高雄 其实还是可以起来做到 那个生活步骤要完全做 一样台南真的就是很惬意的 平常 我觉得走路就很烤烂 适合退休一样 还是很安排 嗯 哦对对对 有有有 是是有有 真的真的 拜完的是有差对啊 跟老婆结婚前有去拜过一次 他不晓得这样准不准啊 就是就是有拜过一次这样 对对对 What is your favorite thing about 台南 I have really a drink of some food What about your most special food Do you like about 台南 I think I like the chicken box But I love 台南 Yeah I love 台北 I love 台南 But 台南 is the best We both got all the goofy philosophy I am having a really good time I don't want to go back to the U.S. Absolutely Wow 然后你们知道台南文化奖是什么吗 不知道耶 不知道 不知道 你记住吗 好 台南文化奖哦 嗯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 你有没有听过台南文化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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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奖壮 没有 没有 你知道台南文化奖吗 不知道啊 文化奖哦 奖 奖 奖力的奖吗 没有耶 不知道 哦 我会想要去争取 有这个资讯我一定会去参加 好 诶 你怎么又换衣服 因为我们来到高级的地方 就是要穿高级的衣服啊 哪个高级的地方 来到台南的香格里拉大饭店 这边不是问了好多路人 台南文化奖是什么吗 我们今天就是来到 台南文化奖的颁奖典礼现场 那我们就一探究竟吧 谢谢潘老师能够继续的 持续为台南而努力 为我们的文化而努力 继续发光发热 谢谢潘老师 台南文化年轻会很好 这也是一个文化嘛 年轻的文化 庙宇啦 一些建筑物 小巷里面的东西 都是台南的古老的文化 像美食 台南的美食是比较甜的 传统的时候 比较早就老了 爱的东西叫传统 潘老师有讲到 寺庙的一些文化 因为我们很常的时候 会需要考试啊 去拜文昌帝君 想要谈恋爱的 跑去就是找月老 月老 很多人现在都喜欢一些复古的东西 如果领域里面得到 对台南有贡献的人 对台南文师文化 保存有发展的人 他就可以得到这个奖 台南文化奖 其实就是为了这一个 所谓的文化手术 文化有贡献的人 翻译的一个最高的荣誉奖项 那主要的不只是奖励他在某一个艺术文化领域有所成就的人 更重要的是对这个城市文化推动有所贡献的人 所以这样子十一届走来 其实每一位文化奖的得主都是对这个城市在某一个文化领域上都有贡献的这些人 经过我们今天来到台南的旅行 我们有遇见许多有趣的人 比如说学生 店长 还有一些民众朋友们 还有荣幸访问到我们的潘老师 以及台南文化局局长 为我们解释台南文化奖到底是什么 如果你觉得你有办法角逐台南文化奖的话 我们就第十二借鉴 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以及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 走到哪 走到 台南文化奖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